而另外呢 律师吕秋元他也分析了 他说呢 有些问题不是提告就可以解决的 他也认为呢 法律不是用来拿来 嚇阻M2运动的 更何况呢 现在已经有第二位的被害人出现了 而且陈建州提告呢 有三个疑点 包含呢 要求赔偿一千万元 何必强调钱要捐给谁等等 他是否还得想想 涉嫌强制猥亵的部分 或是自首 而吕秋元他也对大牙喊话说 如果你们需要我的话 义不容辞 别让大牙一个人 吕秋元指出 陈建州只提出民事损害赔偿诉讼 却没有提出刑事加重诽谤告诉 是因为很容易被检察官认证 被害人敢公开指名道姓 能否证明有诽谤的故意翻译 都还很难说 况且这件案子里 被害人有两名证人 也就是化妆师朋友与闺蜜 这要检察官如何起诉呢 若不起诉 陈建州岂不就是成了俗称的 检察官认证的强制猥亵 性骚扰嫌犯 吕秋元认为 法律不是拿来 嚇阻迷途迷途运动的 当然陈建州夫妻决定提告 是他们的自由 但是当第二名被害人出现 他们是否得想想 涉嫌强制猥亵的部分或自首 而不是只想着透过法律 来嚇阻被害人 最后文末也写下 大牙 郭圆圆 还有其他的受害人 如果你们需要我 义不容辞 别让大牙一个人 那么在昨天黑范夫妻 发出的这份声明稿当中 有一点呢 让网友们大感不解 就是为什么范范也列在原告当中呢 对此就有律师出面回应了 杨律师在脸书粉砖发文指出 范伟奇也列原告 让人感到很不解 并且表示大牙的脸书文章 主要是me too 陈建州 照理来说 只有陈建州的名誉受损 只有陈建州当原告即可 为何范伟奇也列为原告呢 他唯一想到的 可能就是文章中有提到一句 没办法 你范范姐就很不爱这种事啊 现在黑人呢 卷入了性骚扰风波当中 有很多网友呢 就发表了对此件事情的看法 他们说呢 可能一开始都很同情范范 觉得他的这个姓氏 竟然被这样写出来 觉得好像不应该提到他这样子 认为他也是受害者 结果没有想到呢 昨天这个声明一出 风向大逆转 让很多网友呢 纷纷驳斥 觉得说这对夫妻 实在是太扯了 脸书粉砖 东村城医师的诊疗室 稍早发文感叹 黑犯夫妻要靠大牙 损害名誉求偿一千万 所以别再责怪me too 性侵性骚受害者了 光是要站出来 就需要极大的勇气 另外也有不少网友直言 本来很同情范范 觉得他也是受害者 连私密室都被拿出来评论 甚至认为大牙不该在文章中提到他 然而黑犯夫妻最新声明一出 众多网友风向大逆转 痛批这对夫妻就是堵大牙 拿不出证据 这对夫妻真的很扯 那昨天这份声明 真的是让很多人都感到超级大傻眼 对此医师林志威呢 就在脸书上面分享范围棋的一首歌 叫做可不可以不勇敢 他大酸亏他以前还蛮喜欢这首歌的 并且表示他觉得大牙还有郭渊源都非常的勇敢 女性大牙和郭渊源先后指控黑人陈建州性骚扰 让前黑社会妹妹丫头等艺人以及许多网友都称赞他们很勇敢 而由于范围棋力挺老公陈建州 联名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共同请求大牙赔偿1000万元 对此医师林志威在脸书分享范围棋的经典歌曲可不可以不勇敢 其中一段歌词有写道 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当伤太重心太酸无力承担 网友就在留言区狂酸范围棋 他当然希望不要勇敢啊 勇敢的话就都站出来了 这些人冒着被告和被报复的后果站出来的 林志威也说亏他以前有一阵子还蛮喜欢也蛮常听这首歌的 大牙和郭渊源都好勇敢 黑人陈建州被卷入性骚扰的事件 那么引发网友们的讨论 网友们就翻出过去范围棋在节目上面曾经坦诚说 他不喜欢拖曳交换的感觉 而且在四年前范围棋也公开向黑人道歉 认了夫妻俩比较没有激情 非常亏欠对方 范围棋向来不爱在镜头前和黑人打情骂俏 就连婚后都很少公开放闪 他过去也在节目康熙来了坦言不爱蛇吻 就算被旁人起哄 也会用富裕警告黑人不准动歪脑机 其实四年前范围棋受访时 谈到和黑人在一起多年 感情变得很像家人 已经很少有激情 认了我觉得是我亏欠他的 而大牙被陈建州告了 然后呢也还要求偿一千万元 引发了各界的讨论 那么对此呢 大牙他也勇敢地做出了回应 他写出了短短的二十三字声明 立刻被赞报 也有上万名的网友们出言力挺说 我本来是想要来看戏的 结果看到了你的勇敢被全粉了 对于陈建州提告仪式 大牙出面回应说 虽然再度感受到当年窒息的压力 但这次他会勇敢 将与陈建州正面对对簿公堂 虽然声明只有短短二十三个字 发出的时间也不长 但是至今已经有十六万赞 嫌见这种态度令人感到佩服 许多网友见到大牙的勇气 也感动的不断的出言鼓励说 请你一定要加油 支持你为了所有女孩勇敢起来 那么现在呢 有越来越的艺人还有KOL 都出面力挺大牙 而同位黑社会美媒出生的甜儿 她在二十七号的时候 就有剖文立体大牙 刚才透露自己 也曾经两度遭到亲近的人性骚扰 只说呢不对的事情就应该要说出来 甜儿二十七日在现实动态中 提及大牙性骚事件 她谈言自己由于过是否要转发 但最终还是决定站出来声援对方 并且表示大牙谢谢你勇敢地站出来 甜儿还提到 她本身也有过两次被性骚扰的经验 而且加害者都是亲近的人 她认为在台湾社会上 不对的事情就应该要被踢爆 认着只是害更多人 尤其是女性受害 我们再也不是受害者 我们是survivor